白色的轿跑车停在台师大的校园里 眼尖的人应该看得出来 这是要价160多万的电动车特斯拉 台师大抢全台第一 用公款买了百万校长坐车 美其名是凭节能减碳 但自家人不以为然 买了一部全台湾最贵的首长坐车 那会不会让外界就觉得说 你台师大很有钱了 那你募款就不用募了 因为你这么有钱 首长配车比一比 教育部长潘文中 用的是Toyota Camry 2.0 台大校长管中敏的座车 是外部捐赠的Camry 阳明大学校长郭旭松用的是Artist 而台师大校长吴振极 采购百万电动车 学校发出声明表示 完全合乎政府相关规定 也强调着重在高能源效益 和废弃零排放的优点 但台师大表演所所长下学理批评 问题在观感和比例原则 我们一个学期一个系所 照顾学生办所有活动的费用 只有20出头万而已 结果校长有一台车 150、60万就这样的花下去了 据了解台师大校长 已经有三部公务车 其中这台黑色的 纳志捷车铃也才七年 现在再买第四台车 和校训城镇琴脯 似乎背道而驰 也难怪引发争议 记得综合报道